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雪峰路通于一孕妇车辆被困 各方协作开启生命通道 代驾开车撞了树 第一反应就是谁来陪 双选理赔需谨慎 双方决定二选一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 代驾欲显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 我是郭佳 各位好 我是朱俊 来看今天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说说大家反应的问题 最近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 他们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栋废弃的建筑 这个墙体是在严重的脱落 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大家都挺担忧的 于是在接到新闻信索之后 我们的记者是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 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路远区 正阳街1707号 在正阳花园小区2号楼前 有一栋三层楼的建筑 楼体的外墙皮已经出现了多处大面积缺湿的情况 附近的居民汪女士告诉记者 就在几个月前 这栋楼的墙体就曾经发生过脱落的问题 看着十分危险 就是往这吊一大批一大批往这吊 那这小区那不都得奔着走吗 不敢奔这边走 就奔这边走 有时候停 有时候这个像这个躲着底下有停的 掉下来肯定是有一定的危险 就这个楼确实有点担心 因为这个楼你看不看到 它那个墙皮脱落的挺厉害 尤其是冬天加上还差一点 尤其夏天的时候更危险 一下雨的话 附近的居民表示 这栋建筑旁边就是公共停车位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 会将车停在附近 他们担心墙皮脱落 会对车辆和附近的居民造成伤害 随后记者来到了小区所属的 正阳街道春城社区了解情况 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他们已经将情况上报接到 由上级部门针对这栋建筑的相关情况进行处理 在处理之前也将重新放置警戒线 张贴安全提示以保障居民安全 我们也希望这脱落的墙皮能够尽早得到清理 让大家走路也不再提心吊打的安心一些 再来说说下面这个事 这几天接连的大雪天 虽然室外的气温是降下来了 但是二道区有很多老旧散的小区 这楼道里却挺温暖的 其实是因为之前就一早有人 为老旧散小区安装了 过冬的暖心棉被脸 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看 老旧散小区到了冬天 最害怕的就是楼道里面气温低 不仅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还影响楼道内的一切基础设施 没有门点冷啊 这五官 有时候这个门关不严实 因为这个门 它铁门不严实 冷 还有管道 居民这个车的二楼 透风冷 行啊 不确保低温雨雪天气 不影响到居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厂州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党工委 积极应对雨雪天气 启动应急工作预案和应急资金 为辖区老旧散小区安装棉门帘 降低了 恶劣天气对辖区居民群众的影响 为了居民保暖 10月20号开始 辖区内10个社区 私通 长拓 阻线机 29个老旧散小区 158栋楼 安装了925个门帘子 受雨雪天气冷空气的影响 担心管道破裂 影响居民群众 用水用电材能问题 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工人师傅 连夜施工 两尺 剪裁 卷木条 将棉门帘牢牢安装在 单元门上 社区来给装 你们要求把门帘订 工人馆都不拿着门 这次 为什么都搞门帘 搞门帘 这起的保护温作用 一条条民门帘挡住的不仅是冬季的寒冷 也温暖着居民的心 每年是气象台 只要给我们发布说有降雪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组织人员 启动应急院 对辖区的老旧散小区 进行安装门帘 我们今年是第三个年头 以往两年我们都是提前入手 提前准备 希望这个老旧散小区的楼道 管道不要受动 不要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的消息 根据交通局公交线网优化 11月初对G109路公交行驶线路 要进行调整了 这线路的更改 可能也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 所以要提前了解一下了 那么具体涉及到哪些变化的过程 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1月初 根据交通公交线网规划 长春公交G109路 终点站由台阳城 迁移至长春站北口 经过一周实际运营 结合周边的出行情况 及乘客的反馈 目前终点站再次进行了调整 调回台阳城站 本次线网优化车辆行驶路线 进行了调整 取消了三站 基隆中街 红旗小路口和自行车路口 基隆中街站是存在安全远换 红旗小路口和自行车路口 和我们现有站点 相距不过200米左右 而且还有其他线路替代 目前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已将部分取消的站点站牌 拆除完毕 基隆中街站牌正在取消过程中 由于站点已经取消 提醒大家不要在此候车 目前车队已在每一辆 G109路车厢内张贴了提示 同时上车之后 驾驶员也会再次对乘客进行提醒 由于线网优化 那么目前的站务设施 也在进一步的完善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起始点 那么目前的站务设施 虽然说没有立起来 不过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是有109路车在现场的 为了避免大家长时间的 在现场进行排队等候候车 长春市公交集团 也是启动了零响双车动 当您在起始点 看到有空车的情况下 那么您都可以 在车厢内进行等候 咱们再来关注这个交通安全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 有一些段子里说 有人辛苦考驾照 没想考下来的这驾照 还没懂误热乎呢 就因为违章被吊销了 其实有的时候 这样的事还真不是段子 就真实发生了 确实比如说下面这位 前几天长春朝阳交警 大队民警夜查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小伙 真的是刚拿到驾照才两天 可是马上面临着吊销 到底是为什么呢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这是朝阳交警大队民警 在长春西部快速部 开运街下载到处 夜查酒驾驶运到的一幕 民警通过检测 发现该名驾驶员 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嫌疑 你不用堵着的 你堵着的不行 你不催的不行 你怕啥呢 喝酒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 没开车的时候你都不害怕呢 上车的时候你都不行的呢 对不对 有事你就承担安静完了 崔西呢 对不起你喝酒了 看多少人是65 然后当时驾驶员就比较害怕 就是可能害怕通知他的家属 因为他当时驾驶的机动车 是其父亲的名 经比对驾驶证之后 发现他是刚刚考取驾驶证 17号凌晨查获的时候 他是15号才 9月15号才取得驾驶证 刚取得驾驶证 也就是一两天 驾驶证刚拿到手 还没误热乎 就因酒后驾驶机动车 抓了个正着 这名驾驶员也面临扣12分 罚款2000元的处罚 因为驾驶员还在实习期内 所以刚到手的驾驶证 也将被直接注销 这是为了庆祝 拿到驾驶了 喝酒庆祝 最后驾驶 就被酒驾给掉掉了 所以也提醒新老驾驶员们 咱都别存在这样的侥幸心理 得不偿失 那就是我们再来关注 一起救援现场 最近长城市修正路 与镇宇街交汇住附近的 一个小区 发起了一起 儿童手臂卡进了 暖气片的时间 这孩子被卡之后 家长使用很多办法 进行润滑剂 但卡得太紧了 根本无法取出 于是只好向 消防救援人员求助了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 发现被卡的是 一名6岁左右的小男孩 男孩右手臂 卡在暖气片和墙体中间 无法动弹 为了防止救援时暖气爆裂 消防救援人员关闭暖气片阀门 并找来衣物 批在男孩身上进行防护 随后对缝隙进行扩张 打开救援空间 经过五六分钟度扩张 男孩成功将手臂抽出 索性救援及时 手臂并不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救援的现场 最近在通鱼县 一户送孕妇生产的车辆 被困在了雪中 通鱼县各界 是迅速展开了救援行动 一场与生命竞速赛跑的 救援就此展开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11月9号下午五点左右 通鱼县正下着大雪 一位护送孕妇生产的车辆 被困在了雪中 正在附近组织清雪的 通鱼县公路养护公司 瞻鱼盗班班长张磊 得知此事后 立即组织作业铲车奔赴现场 由于风急雪大 刚刚被清理出来的道口 很快又被淤雪封住 救援的两名铲车司机 已顾不上连续奋战 20多个小时的疲劳 轮分开路 与此同时 班长张磊 与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通鱼县交警爱新志愿者协会 迅速赶到了现场 并指挥道路上的车辆 避让出了一条紧急通道 护送孕妇车辆通行 三郎伯现在到医院 县医院 联一下急诊大夫 所以咱们护送一个孕妇 车辆 完了你们做好准备 完了在门口等着 一路要走了走了 在各方力量的密切协作下 护送孕妇的车辆当晚9点 到达了通鱼县第一人民医院 经检查孕妇身体健康平稳 回想被困当时 孕妇家属仍然是胆战心惊 感激不已 到桥顶一瞅完了 上去 哭的心都有 这时候来两大产车 这个挖挖的水道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几天前 长城市民宋先生 通过代驾开车回家途中 发生了一起车祸 造成了车受损 人也受伤的后果 而提起这一次事故 宋先生感觉 既无奈又气愤 本来是为了规避酒后风险 可结果是风险没避开 后期的罗乱还有一大堆 究竟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11月1号凌晨2点左右 长城市民宋先生 与朋友刚刚喝完酒 决定找代驾送自己回家 在前进大街一家饭店的门口 他与正在等活的 酒牛代驾公司的代驾员 达成了交易 在行事途中 一场意外发生了 我坐在后排 从前进大街去四五大陆 在西民广场 我就觉得就碰一声 车里就冒烟了 我基本上就是 当时就蒙圈了 啥也不知道了 就胳膊啥子都不会动它了 然后把胸腔子就腾 还没有车刮着 然后那个代驾吧 就自己往树上怼 就现在怼成这个效果 宋先生说 由于车辆撞击树木的冲击力较大 车内安全气囊已经弹出 受惯性影响 他的右侧肩膀重重地顶在了前排座椅上 大约都有五分钟我才缓过来 就我都说不出来话 他哥那块他都没打120 他又找了一个同事来 也穿了个代价衣服 他们跟他研究说走C保险 说怎么走 这事怎么处理 就人都上那样他都不管 哭五个呢只蹦 就一点不跟他蹦起来哭 就当时很是也害怕了 我说那你会 我说你看你都管管我 整整我我就疼啊 宋先生表示 最终他用手机联系了朋友 朋友到场后 拨打120急救电话 给他送到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经检查 他的右侧锁骨肩峰端骨折 激发右侧肩胛骨骨折 胸腔存在肌液 在医生的建议下 宋先生选择了保守治疗 目前他的右臂无法正常排座 说的也挺好 就说你先看病 他说那个 你看能不能先出你们这边保险 因为啥 就是说那个我们这边保险吧 保额不一定够 保额低 现在这玩意吧 人也不容易干代价的 你让他赔他也赔不起代价员 对不对 我说那也行 我就联系咱这边保险 咱这边保险说这个 他对方是代价 他们有责任跟义务 出他们那边的保险 咱们这边出不了保险 宋先生说 自从上次沟通无果后 九牛代价方面就没了信 目前受损车辆 是仍停在他自己找的 临时停车场内 我朋友的车车主还不是我 这个车出完事故之后 就是压根也没人管 没人问 就是你是修车 还是怎么理赔 也没人说这些事 我诉求一是咋的 车这块给我定损 二吧 就是说我这个医疗费用 后续的康复费用 法律它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怎么赔付的一个 一个党 对不对 这方面他们连个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谁管这事 谁处理赔不赔 现在都没有一个态度 对于这起事故的责任 警方认定已经下来了 驾驶人的开车 撞到绿化带 数目造成车损人伤 应该负全责 由于这起事故 不涉及第三方车辆 所以在之前的协商过程中 双方在探讨 究竟由肇事车辆 所在的保险公司出险 还是由九牛代驾公司 承担理赔责任的时候 出生了一些分歧 导致了理赔进程的搁浅 相信很多人 也由此产生了疑问 作为当事人 委托代驾公司 驾驶车辆出现的事故 理赔方究竟是单选 还是可以双选呢 对于该起事故 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方 来进行理赔 记者咨询的律师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通过平台 或者是代驾公司 找代驾的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那肯定是由平台 也或者是代驾公司 和代驾的司机 来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当然了一般平台 或者是代驾公司 都会为这个代驾司机保 代驾险 那么如果有代驾险 肯定是由保险 现行进行赔付 当然了 如果我们自己 出于某种情况 想要用我们自己的车损险 来进行赔的话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呢 可能走自己车损减 会造成下一年保费上浮 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们当时 在买保险的时候 签订了免责条款 那么约定了 如果有代驾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是不予赔偿的 那么这种免责条款 生效的话 那可能这种情况 我们的车损险的公司 会拒赔的 宋先生表示 他已经不考虑 由事故车辆所在的 保险公司出险理赔 希望代驾公司 能够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九牛代驾公司 对此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随后记者陪同宋先生 来到了九牛代驾公司 但相关负责人 并未在现场办公 通过工作人员的对接 联系到了处理事故问题的经理 对方直接表示 现在公司已不再要求 协商受损车辆所在的 保险公司出险了 这个现在不适合 我这边及时的积极冒保险 看具体在走哪路了 插啥 需要键的人提供键 他有保险 那就是找保险公司聊 但之前保险公司也不跟我聊 人商也需要有一个 看这些有完结 必须对我拿着票据 抓去处理它 我这个东西才有保险 我都干涉两者 你公司不去那边干吗 因为这个司机一直跟我说 天天在陪着这个商 然后我认为 这司机在现场 司机都没去 下车就没去 经理表示 公司上了代价险 接下来会协调保险人员 与商者的沟通问题 对于宋先生提出 接下来的医疗费 务工费等 会根据保险赔偿情况 再继续协商 关于车辆数损问题 经理表示正在处理 就是这个流程 现在正在走这道路 我们也没法去下节目 这些东西 具体是 和走权子 或者是走 因为这都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不过说有什么样的损失 做一些双方打卖 我们再来换话题 昨天我们报道了 家住长春市长隐宿舍 旧城改造 将小区地面抛开之后 工程突然停止 下水之后 导致小区居民 是很湿滑 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节目播出之后 光机小区居民也抱怨说了 他们小区的人行道 同样没有铺设完毕 近日记者来到居民反映的 长春市光机宿舍八区附近 发现光机宿舍 靠近同德路一侧的人行道 没有铺设完毕 下雪过后 污泥和土壤 混合着雪水 非常泥泞 由于人行道 主要由细沙和土壤铺平 上面虽然被雪覆盖 可下面全部是薄冰 给居民出行 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光机宿舍的主路上 堆满了还未铺设的人行路砖 但是并没有人施工 为了了解工程为何停工 记者也找到小区旧城改造施工方 这个由于是前期 有一个自来水改造的项目 这个之后了 它在改造项目之后之后呢 是因为为了防止避免二次施工 造成路面破损 不能做劳民伤财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空气有点滞后 负责人表示 由于宏七街附近水管改造面积大 造成附近多个小区的旧房改造工程拖延 针对光机宿舍人行道铺设问题 他们将立即恢复施工 砖已经到现场了 这场雪过完之后 然后会在11月20号左右 把整个光机小区的砖都铺完 方便居民出行 今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各基层法院组织开展了 秋树站以执行攻坚活动 大安法院执行干警 强制执行了多起案件 我们一起到执行现场去看一看 上午7点50分 大安法院执行干警 驱车前往大安市四棵树乡 建设村万宝山屯 水晶城小区等地点 对一直以来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 进行集中拘传 在大安市四棵树乡 建设村被执行人韩某家中 执行法官来到执行地点之后 先是查看了韩某家中 正在作业的农用机械 和院内存放的粮食位置 并明确告知其 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将会对其实施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 案件的标题额较大 所以说在前期查控的过程中 在被执行人名下 并未查运到任何财产 但是经过咱法院的调查了解 了解到对方有打米加工的收入 及部分的农作物收获了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我愿果断出击 对被执行人所有的玉米 8000斤预扣领 同时另一组执行干警 前往大安市水晶城小区 寻找被执行人王某 在王某家中 王某玩起了消失 当我们前往被执行人王某家中 其本人藏匿在家中卧室内 经过执行干警 释法明理和家人的内心劝述 王某主动配合打开了房子 该案是源自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王某杨某东在我市 某装潢材料商店 奢欠材料付款 一万四千元 王某杨某东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 我们依法将其拘传至法院 就在大安法院 将被执行人王某 拘传到大安法院 办理拘留手续过程中 被执行人杨某东 王某当场决定 可以给付部分欠款 这一万多贴得不少 三千五千还贴得不少吗 行 一会把我给打了 那就现在先打了钱 申请约人这块 谢谢你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联合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说最近在广东东莞的街头 一名男孩光脚穿着 纸尿裤独自徘徊 而一名小学生发现之后 将他带到了安全位置 并且一路的陪伴他 确实视频中这位小学生 与这个男童的父母 他们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网友说到了 细心的小同学 粗心的父母 当然有网友也指出了一个 看似是社会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说爸爸带孩子 妈妈真是不放心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还是得为这位小学生给点个赞 说小小男子汉 优秀好少年 确实是可爱的少年 在小男童的面前 真的是像大哥哥一样 有模有样的 前两天 在杭州一家医院对面的饭店里 一位65岁男子说了一句 胸口难受 随即便昏迷了过去 家属还以为是吃东西噎住了 拍了一拍 却毫无反应 这一下大伙都慌了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 让大家的这颗心都放了下来 说起来也极其凑巧 在危急时刻正巧旁边 小山区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大内科主任 这儿医院原急诊科主任 正吃着饭的 于是三名医生 是立即上前展开了急救 我们看见了 而且当时是午休时间 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像陈医生 小山区中医院 这龟培医生小王 刚好路过这里 也参与到抢救当中来 而另一边 急诊科主任和护士长 带着抢救车时 也是火速赶来 至此 七名医护豪华天团是极其了 而豪华医疗团联合施救 让这名患者的性命 才能无恙 于是网友们说到了 说真 配置太豪华了 真是太幸运了 说了 这是积攒了多少的运气 真是治疗好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了 也有感叹说 这是豪卑的医疗班子 医者人心 在这儿也是为所有参与 救护的医务人员们 去点赞了 同样 乐于助人的 还有辽宁府顺的消防员们 不过这一次 他们不是火海救人 而是陪着孩子们打雪仗 我们外出 把车停到了 义父小学的路边 正好赶上他们 义父小学的学生 正在课间活动 有几个小孩就说 哎呀你看那块消防员 他们就是拿雪球 打我们的消防员 消防员刚开始也没动了 看到都挺小的 后来一看 他们越来越起劲 我们就 而且被扫他们兴 开始还击了 越来就越过眼 打得挺害 看完这一幕 让很多网友心生羡慕了 说谁能拒绝得了 打雪仗的魅力 更何况 打雪仗的对象 可是消防员们 于是说了 和消防员叔叔 打过雪仗 说出去 有点威风 还有指出了 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和一群可敬的人 天很冷 不过这一刻的画面 咱们真的是感觉到 很美 而且很暖 下面视频里 这件事情 真是有点严重了 最近在重庆大族 一个男子诈骗朋友 却让民警替他被拨 而事情败露之后 胡某因为涉嫌诈骗罪 被警方刑拒了 今年八月 犯罪嫌疑人周某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其朋友胡某 立即电话联系 周某女朋友杨某 声称公安机关要求其 退赃退赔 杨某信以为真 立即将周某卡内 10728元转入胡某卡中 今年九月 犯罪嫌疑人周某 被依法取报后审后 多次电话联系 办案民警 询问 其是否收到退赃退赔 胡某一直坚称 我们收了他退赔的账款 我们便将所内 所有的民警辅警 一一叫来值班室 让其辨认 胡某眼看 来值班室的人越来越多 知道事情瞒不住了 便向我们坦白了 这个事情的前因透过 经调查 胡某对其诈骗杨某 10728元的犯罪事实 供人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 胡某因涉嫌验罪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先来看看评论区怎么说 说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让民警去背锅 确实这事可真是不小 说到了 这是两边骗的 真是这个胆是真正的大 还有说了 这是诈骗了 还想随便应付了事了 所以说深圳不怕影子鞋 双方一对质 谁是骗子 立马就能见分晓了 而昨天明星谢霆锋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上传了一段 悬空转胡拉圈的视频 网友们看完之后 纷纷想要效仿一下 但是健身这种事情 可不能看人家怎么整 就怎么整 毕竟情况不一样 学不好容易去跑骗了 那他呢这样平衡着 他会用很大的力 来平衡身体的重量 每个鼓吹的肩肩关节 他的压力非常大 从脂肢外的角度来讲 容易造成最近蠻突出 从事在这么大的压力 注射的情况下 进行这种转转啊 或者是摇摆 那就更容易造成这种 损伤脱位 很多人他腰背 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他平衡容易造成意外和受伤 来看看评论区怎么说 说到了没有金刚钻 可别懒慈悸活 说的没错 说了名人效应 容易跟风 但是咱们一定要理性的跟风 不过话说回来了 咱们得听医生的话 说听医生的话 就错不了 所以说医生提警了 有风险 千万别盲目跟风 受伤了 难受的 可是你自己 好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为了加强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宣传工作 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 吉林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科普宣传月 从今天正式开始了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021年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科普宣传月主题为 关爱水生动物 共建和谐家园 活动现场 举行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科普宣传倡导仪式 我省虽为内陆省 但水域总面积达到 一千多万亩 鱼类有140余种 今天一来 我们联合省林草部门 制定印发了吉林省 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名录 组织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活动 放流各类水生生物 一千四百余安位 我们将组织 全省各级渔业部门 开展科普宣传 努力提高 全社会对水生生物的 保护意识 2021年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持续开展 渔业资源养护行动 对松花江 辽和实施全流域禁渔 同时联合省公安厅等部门 开展中国鱼政 亮剑2021等系列执法活动 仅上半年 就出动执法人员 6892人士 情理取缔 涉于三无船舶26艘 违法网剧 1551张 收缴电鱼器具 13台 罚款7万余元 强烈呼吁广大群众 要关爱水生生态 和水生动物 不用随意地 在自然水域中进行放生 尤其是一些 特殊的外来品种 比如说 巴西龟 小龙虾 青稻夫 以及食人鱼 恶缺扇等等 同时 如果发现有电鱼 毒鱼 炸鱼等违法行为 请及时 向当地的 一月鱼政部门 进行举报反应 我们将在第一时间 进行处理 今天上午 我省第118例 全国12287例 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王松 在麒麟大学 第一医院的采集室 成功捐献了 造血干细胞 而他的这一次 善举将会挽救 一位年仅5岁的 白血病男孩的生命 王松 目前就读于 北华大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 学习成绩优异 积极参加 各类公益活动 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 新时代好青年 2020年11月 他在一次 校园无常谢谢活动后 志愿留下血样 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也许是他的这份坚定 感动了上天 那份难得的水源 在他入库 仅一年时间 就奇迹般的到来了 去年刚买一年的时候 去年11月7号的时候 现在学入了库 刚好一年就路上了 当王松得知 自己和一名 年仅5岁的 白血病小患者 配型成功时 他毫不犹豫地 同意捐献 他的这份善举 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在顺利地完成 高分辨合体检环境以后 在11月7日 立冬这天 王松在吉林市 志愿者的陪同下 顶峰冒雪 来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做准备 在来之前呢 我们做了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 这个孩子比较坚毅 比较勇敢 来了以后呢 就是说全程配合 我们医护人员的一个 捐献钱的一个动员工作 那么现在身体状况非常良好 捐献的时候 也是状态比较好的 我非常为我们的孩子 觉得骄傲 支持我们的孩子 假药和冠松 在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 深红温热的血液 从王松的肿部静脉流出 经过分离机 造血干细胞一点一滴 收集到除血带中 汇聚成一股爱的暖流 为素未谋灭的血液病患者 带去生的希望 通过这次捐献之后 就我又多了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我就希望他一直健康 弟弟加油 希望你永远健康 连日的大雪 给城市披上了银装 风景很美 但是也给很多人的出行 带来了一些不便 一些被阴的地方 路面结冰较为失华 导致不少人摔倒受伤 进入了医院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 冰雪路面行走 一定要小心 长春的杨大爷 今年71岁了 最近外出的时候 路过结冰路面 不小心摔倒了 这一摔就把自己摔进了医院 年明朝天摔 胳膊腫了 然后他就回我来看了 我说来看 是做手术了吗 拍天 看手术完了 胳膊这个小骨头 分开看缝 看缝 两周就摔心 所以这天 您还是 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 对对对 医生告诉记者 近日由于天气导致路面湿滑 外伤患者骤然增多 因此 医生提示 外出尽量穿防滑血 注意避开浮冰和积水 也可以采用企鹅 不姿势行走 保持重心降低 步伐更加平稳 如若不慎摔倒 也尽量不要用手肘支撑 这个时候 尤其咱们老年人 因为骨指比较疏松 尽量不要用手去逞地 尽量增加受力的面积 把压力分散一下 避免骨折的发生 一般血后摔倒 导致的骨折 多集中在腕部 宽部和腰椎 一旦摔倒 不可急于起身 发现产生剧烈的疼痛 肢体出现了畸形改变 或者是活动受限 不能动了 这个时候 不要强求地去活动 一定要注意寻求帮助 打120 或者让周围的路人 要帮助 不要自己去 进行自己的疫情治疗 这样是避免的 二次存伤发生 提到了冬天 可能出现最多的颜色 就是白色 而退去了春夏的绿 深黄的秋 而这个冬天 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 路源园林管理中心 让冬天也多了一份颜色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冬季的景观 似乎有一些单调 为了让景观更具观赏性 长春市路原区园林管理中心 对沿线的景观 进行了升级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就是路源区的春城大街 除了春城大街 像南洋路 战前街 也都进行了景观的升级打造 让这个冬天 多了一抹果子的亮色 我觉得挺美的 天上一笔浓密的色彩吧 现在就看着特别好 城市变得越来越好 大家都开心 此次长春市路原区 用于冬季景观提升的苗木 主要有花丘 卫毛 甲米 搭配张子松 云山 一方面将绿色景观延长观赏期 另一方面通过挂果树木 为冬季增添色彩 目前景观提升工作 已经全部完工 供栽植卫毛 花丘等桥木 198株 甲米155丛 秋季景观过来之后 就会看到冬季景观 就看到这个红果 由秋天的黄 看到冬天的红 然后到明年春年的花绿月之后 就看到春年的绿 热爱是找准方向 不害怕 热爱是别人已经掐灭了 你梦想的火灵头 你却压不住 吸不灭的信念 因为热爱才会拼尽全力 因为热爱才会一往无前 未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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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了 望荣北吉林省广播电视 主持人大赛 战目震撼 期待播影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继续关注第一报道 再跟大家说两个消息 随着万龙碑 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 大赛复赛的结束 我们此次大赛上半段的赛程 已经告一段落了 到了这个阶段 大家也比较关注 接下来比赛的选手们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谁将会脱颖而出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全国各知名高校 以及各级电视台的选手们 都亮相了我们本次大赛 经过近三个月的比拼 优秀选手 应该说有66名 已经晋级到我们半决赛当中了 晋级我们也会在半决赛当中 看到这些选手们的精彩亮相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 他们有最好的表现 能够最后站到最后 来到我们的主播台前 和大家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见面 同时预告一下 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热播的年代轩疑 行政大戏《昙花梦》 今晚将播出第24至27集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吧